回到新闻现场的关心 宜兰发生三辆阴影车擦撞的惊险车祸 上午11点多 一辆阴影车在行津苏花公路台九县 114.9公里处的时候 先是自撞山壁 然后波及对向了两辆阴影车 肇事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 索性人脱困之后没有受伤 不过它的酒侧值高达0.61 也被警方移送镇板 窗户出得来吗 小心哦 你小心哦 驾驶卡在车内动弹不得 因为车头被挤压变形 车门也歪斜根本打不开 整辆车以斗灾葱的方式冲进边坡 我看一下 等一下 你脚有没有夹到 没有 三辆阴影车撞成一团 不仅板进车头凹陷 零件四散一地 玻璃也碎成蜘蛛网状 路边的护栏还被拦腰折断 这期三车连环状事故 就发生在苏花公路8号上午11点40分 一辆阴影车行经台九线 一百一十四点九公里处 先是自撞山壁后 车斗擦撞对象B翼影车 再撞对象C翼影车车头 撞击力道之大 让骤士车辆瞬间弹出护栏 事故的翼影车 神性驾驶人 九车只为0.61毫克 其余驾驶人九车只为0 神性驾驶部分 涉嫌人公共危险罪 已受宜兰地前所侦承办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索性最后自行脱困人并没有受伤 不过这起事故也奏成该路段单线双向通车 一度回堵十公里 奏成许多佣人的不便 这里科研宜兰报道